今天是礼拜 我们现在一大早要先去阿姨家 因为阿姨们知道我们刚来韩国以后 都有很多东西要给我们 我们要先去二阿姨家拿被子 她说要送给我们被子 然后再去大阿姨家拿一些晚盘 大阿姨说有准备的晚盘套组 惊强了 那就去那里了 阿姨是不合格的 你还是不合格的 阿姨她没有打电梯 那现在还这么做 阿姨是不合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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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吃完飯了 現在 我爸要去上班 我要去上班 然後我要去附近的市場逛一逛 大家看一下 龍頭山公園 這邊 有囉 因為剛剛那個 阿姨有給我一些商品券 那個商品券是可以在 傳統市場的時候用 就跟台灣的五倍券很像 只是它是限定用在傳統市場 所以我就想說 那我就順便去逛一逛看有什麼東西可以買 賣五千以上可以換錢 所以換哪錢 可以找零錢 可以找零錢 買五千韓幣以上的話 它是可以找零的 我也還沒有逛過那邊的傳統市場 所以我想說順便去逛逛看 走吧 這邊往前面就是藍浦洞 這邊往前面就是藍浦洞 藍浦洞在聖誕節的時候 都會佈置那個聖誕裝飾 看到前面已經有開始在慢慢佈置 超可愛 他還穿了 四五六 四五六號 他穿了那個魷魚遊戲的 衣服 那是四五六號 好可愛喔 拜拜 現在慢慢靠近傳統市場 賣小菜的店 這一家算是整理的蠻乾淨的 久以前也整理了 這裡有名的 這是有名的辣炒年糕店 超多人 買K箱一下 我剛剛去試唱盤的菜 這個是范椰菜 這一顆的話是3000塊韓幣 我覺得還蠻貴的 3000塊韓幣大概台幣70塊 然後這一大把 這個是菠菜 韓國的菠菜跟台灣的菠菜 長得有點不一樣 他們就是這種短短的小菠菜 那買的這一把是 買的這一把是2000塊 還有我最喜歡的 櫛瓜 這個櫛 在全聯好像 之前在全聯運用 可以買得到 我記得全聯好像 平均都是要 五六十塊以上 那我買這一條的話 是1000塊韓幣 大概才二十幾塊台幣 所以很便宜 這就是我這次去菜市場的售貨 登登 出了超多熱狗 好想賣喔 但是我們家沒有氣炸 我不管 這看起來太好吃了 我要用買來回家用烤箱烤烤看 所以就要去吃 你吃什麼 我吃什麼 他打開裡面 有四支 沒問題 怎麽 比小巷中大 感覺很厲害耶 看起來就是外面賣的那種熱狗 那我要把它拿去烤箱烤 這個是阿姨給的 年糕 小小的 不知道吃起來怎麼樣 應該是韓國的傳統的那種年糕 上次去阿姨家吃飯的時候 他就給了我很多 那我現在來吃吃看 他是說用微波爐就可以了 等一下微波一下 然後等待熱狗的時間 我要來泡一下飲料 這是我從台灣帶來的 這是我獨特的泡法 因為我喜歡喝紅茶味比較重的奶茶 所以我就是用 立頓的奶茶包 然後配一個紅茶包 這樣一起泡 這樣子就會茶味很濃很好喝 然後紅茶包也是直接放下去 好 然後再加熱狗 今天的下午茶 先來吃一口熱狗看看 到底有沒有成功呢 加一點番茄醬 加一點番茄醬 好吃 我覺得很好吃耶 會再回購人喔 就是突然 在家很想要吃熱狗的時候 就會拿去烤箱烤一烤 我覺得跟外面賣的 會有 85%相 而且一根 這樣除下來一根才沾40塊而已 其實也不貴 它裡面是夾 有點像綠豆沙的東西 到底不確定是不是綠豆沙 它的味道 沒有什麼味道 就是有一點點線線 然後有豆沙的味道 今天跟朋友約在咖啡廳 這家咖啡廳就在我們家附近 它的裝潢非常漂亮 它這點心都做得很精緻 跟外面賣的甜甜不太一樣 它那個咖啡廳 咖啡廳裡面還有電廳 很方便 這樣子拿飲料就不用 爬很多樓 今天的宵夜 原本我都要睡了 結果我爸帶了 辣炒年糕 跟炸物 怎麼能不吃呢 所以我就立刻起床 開始吃宵夜 沒關係啦 今天喝的是這個 它是紅美口味 好像在韓國 蠻流行的 我覺得還好 有點像感冒糖漿 我不行 我沒有很喜歡 好吧 失敗的品種 我們來吃這個 這個是 辣辣椒 這是不會辣的辣椒 然後它中間有那個冬粉 然後就是要 沾這個 辣炒年糕的 這樣一起吃 但不吃 美味嗎 好嗎 呵呵呵 新鮮 好留意 今晚了 初晉